曹操经常亲征有两个原因 一是因为他是一个开国领导者 不只是他 古代的开国皇帝都很能打仗 也都经常亲自出征 曹操经常亲征的第二个原因 是因为他没少遭受背叛 而且他手下也有许多投降 叛变来的人才 曹操很喜欢他们的才能 但是长期和背叛打交道 曹操对于部下的忠诚 没法抱太大的希望 翻阅历史 我们会发现 但凡开国君主 都有很亮眼的战绩 他们都是从将军开始 渐渐扩充部队 积蓄实力 最终地盘越来越大 名望越来越大 仅仅在三国时期 曹操就不是唯一喜欢亲征的领导者 刘备一声奔波 到处几人篱下 却总是受人礼遇 大家对刘备贺继 不是尊重一个皇叔刘备 还是宗亲不值钱 人家对刘备贺继 是对贺江刘备贺继 刘备在刘表那里 因为自己大腿长肉而难过 因为他大半辈子 都是在马上过的 所以才会因为 自己的安逸而难过 如果刘备是三国演义里 那种泪水丰富的 吉祥物主攻 那腿上长肉太正常了 就用不着哭了 孙策不是江东本土的豪族 能统治江东之地 全靠武力镇压 而孙权虽然打仗不行 留下了孙十万的笑柄 但孙权只是打不过张辽 孙权的武力值还是很强悍的 射杀一个老虎不在话下 就连靠篡位上台的司马懿 也有丰富的作战经历 靠着履历战功 再得到了权势和威望 最终有机会篡位 开国皇帝擅长打仗 这是历史的一个规律 乱世里 道德法律都是虚的 你就算心教比干多一窍 也不如人家会打仗的 只有能带领大家 抢到资源和土地的人 才会得到大家的敬佩和服从 作为主攻 不需要什么都会 但一定要会打仗 你可以招揽人才 派别人领兵出征 但是要想获得招募人才的资本 你得先打几仗给大伙看看 千金之子 坐不垂堂 曹操作为一个 这个政权的领导者 却经常亲政 除了身份需要以外 其实也和曹操个人的疑心有关 曹操这辈子 实在是受过太多背叛了 一般人有他这经历 早就怀疑人生了 曹操第一次感受背叛 是在讨伐董卓的时候 曹操虽然后来架空汉县地 准备自立 但是在曹操年轻的时候 他还是忠于汉市 希望能够匡扶设计的 所以在董卓废掉汉少帝流变 改立汉县地流邪 又独揽朝政之后 曹操就隐姓埋名地离开了洛阳 散尽家财 希望能和各方诸侯一起讨伐董卓 可是让曹操没想到的是 这些适时汉路的士族享贵 对于剿灭董卓匡扶汉市并不感兴趣 这些人感兴趣的是趁机扩展势力 至于讨伐董卓 一丝一丝就行了 曹操一个人的力量 无法击败董卓 这次轰轰烈烈的讨伐董行动最终不了了之 曹操在征讨徐州的时候 也为他父亲的缘故 在徐州搞屠城 杀了很多人 后来曹操又杀死了明氏鞭让 这两件事引起了陈公的不满 于是趁着曹操出征的时候 陈公勾结张苗等人 背叛了曹操 把吕布迎入眼州 曹操在外面打仗 结果老朝让人家偷了 除了少数几座城池 也为是曹操的亲信寻御 承御他们在守 还在曹操的控制之中 剩下的地方全归了吕布张苗了 曹操回来 不仅地盘没了 连粮草也供应不上 曹操却梁师弟 走投无路 差点放弃创业 去给袁绍打工 这次失败 对曹操是双重打击 一方面 张苗和陈公 都是他非常信任的好友 现在这两个人挑头 背叛曹操 这对曹操的心理 是一个很严重的打击 另一方面 张苗的背叛 给曹操造成了太大的损失 曹操的根基被清空 辛苦打几年 一夜回到解放前 后来曹操打了回来 张苗逃跑 想去袁绍那里求救 路上被布下杀了 至于留在城里的张苗全家 也被曹操斩草除根 一个不留 从曹操如此冷酷的处理中 也能看出来曹操对张苗的行为有多愤怒 张苗的背叛还带来一系列蝴蝶效应 许多人看到曹操没了眼周 深感和曹操混没前途 干脆跑路了 还有的人看到曹操连梁草都要断了 觉得跟着曹操招不保夕 也收拾收拾走人了 张苗背叛这段时间 曹操感受到了多次的背叛 有时候他信誓旦旦的说 别人都可能背叛我 但是某某一定不会 结果话说完没两天 人家就跑了 后来曹操接受了现实 和他的一个朋友说 你的母亲和家人都在张苗那里 你去张苗那吧 对方向曹操保证 绝不会离开他 曹操都感动哭了 结果人家一转头就跑到张苗那里了 在君臣关系方面 张苗给曹操好好的上了一个 当然了 曹操也不一直是背叛行为的受害者 人往高处走 人才总是从事利弱的团体 流向势力强的团体 曹操也经常接受别人的投降 比如曹操攻打吕布的时候 吕布的部将就有许多投降了曹操 吕布君的士气因此十分低落 吕布于是投降曹操 值得一提的是 吕布的部将来投降曹操的时候 还把陈公也绑了过来 和三国演义里的陈公不同 陈公投靠吕布之后 并不是非常忠诚 有一次夜间发生叛乱 由于事发突然 吕布只好拉着媳妇的手 劈头散发 慌慌张张地跑去了部将高顺的营地 高顺是吕布麾下比较忠诚 而且脑子好使的人 得知叛乱之后 他问吕布 将军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吕布回忆了一下 只听到是河内人的口音 高顺立刻明白了 叛乱的是好蒙 然后出去评判 等到第二天 高顺平定了叛乱 吕布审问好蒙的部下曹姓 得知是元素勾结好蒙反派 吕布又问了一句 军中还有人和好蒙同谋吗 结果曹姓回答 陈公和好蒙同谋 一语激起千层浪 当时陈公就在吕布旁边坐着 脸一下子就红了 旁边的人也都发现陈公脸红 只不过吕布手下没什么谋事 吕布之前又重用陈公 就没再追问下去 只不过经历这么一遭 吕布也很难信任陈公了 所以三国演义里 吕布莫名其妙地偏信陈登父子 却不相信陈公 甚至吕布想留陈公和高顺守成的时候 吕布的妻子还质疑 高顺和陈公二人不合 他俩在一起守成 真的不会出乱子吗 好蒙的反叛那么容易就被平定了 可见陈公对于元素和好蒙的勾结 参与的可能并没有那么深 吕布应该也相信陈公参与不深 所以才轻易地放过这件事 但是曹姓指出陈公是同谋 陈公不仅没有反驳 反而脸红起来 可见陈公和元素确实有联系 陈公可能没参与这次夜间叛乱 但他至少有脚踏两只船的行为 从张淼背叛曹操开始 曹操就经历了无数次背叛 他信任的部下会背叛的 他的朋友会背叛的 甚至当面说不会离开的人 也转头跑路了 一边经历背叛 一边争取别人的背叛 所以等到曹操征讨袁绍之后 手下搜出一大筐袁绍 和他的部下们来往的书信的时候 曹操已经接受良好了 他对手下说 打袁绍的时候 我都招不保鸡 何况你们呢 然后就让人把这些信都烧了 曹操可以接受背叛 不等于他不害怕背叛 上次被张淼背叛 自己花了多大的精力才挺过去 曹操心有一计 所以曹操代人经常保留一点疑心 一方面 作为曹魏政权的开创者 曹操不可避免的多次亲征 一次取得声望和资本 另一方面 曹操在成长和政治资本积累的过程中 经历了太多背叛 所以曹操对于部下的忠诚 始终持一个保留态度 因此曹操作为一个政权的首领 却经常亲自出征 曹操频繁的亲自出征 其实是一个政权开创者 应该经历的事情 只不过曹操指挥能力比较强 所以曹操喜欢亲征这件事 才会受到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